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很兴奋 又就一个新的体验 非常开心 刚才在打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就有点小紧张 但是打完之后觉得蛮好玩的 太紧张了 因为可以跟奥运竞争比较棒 失误太多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比较好 晚上还特别很难睡着 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 觉得他们的球是哪部分觉得他们很厉害 就是在控球还有默契 就是几乎就是完美无瑕 他们打球每个球都打到点 然后就是哪个球谁要打谁要打 他们都分辨得很好 我觉得我们还是充分想要调达我们对于基层的重视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很幸福人 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人重视基层的需要 以及基层运动员的辛苦 我觉得就是把我们在场上的态度分享给他们 然后还要不放弃 然后毕竟有时候像我们遇到挫折或困难 那是不是可以转个念头 然后或许人生就不想输了 希望可以把我们在奥运场上精密到的一些经验 可以分享给他们 还是觉得就是能打羽球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透过羽球 然后跟大家交流 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希望让更多人可以看到羽毛球带来的快乐 然后希望把这件事情传给更多人 回归到我们喜爱打羽球 然后热爱打羽球的事情 李洋和王麒麟29号 与金门各校的羽球选手见面 李洋说很高兴能够回到家乡和大家见面 感受到金门人的热情 王麒麟则说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吉普车游行 觉得很酷 感谢大家的支持 现场主持人开玩笑的说 在金门要是能够绕街游行 大概只有银城隍的时候才会发生 可见两个人在金门已经是达到神一样的等级